小兔兔挑食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小兔兔叫小白 小白非常挑食,只喜欢吃甜甜的胡萝卜和苹果 其他的蔬菜和草他一概不碰 每天,兔兔小白的妈妈总是为他准备丰盛的餐点 有新鲜的木须草,多汁的绿叶蔬菜和营养丰富的草莓 但小白总是皱起小鼻子,挑过这些健康的食物 只挑那些他爱吃的甜食 日子一天天过去,兔兔小白开始感到身体不适 他的毛变得没有光泽,精神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有一天,他甚至连最爱的胡萝卜都不想吃了 妈妈看到小白这样,十分担心,便带他去看兔医生 兔医生仔细检查了小白,发现他缺乏许多重要的营养素 医生告诉小白和他的妈妈,小兔兔需要多样化的饮食,不能只吃甜食 医生还特别强调,小兔兔应该多吃绿叶蔬菜和木须草 这样才能保持健康 兔兔小白听了医生的话,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饮食习惯 他决定要改掉挑食的毛病,尝试吃各种不同的食物 起初,小白对那些他不熟悉的蔬菜感到很抗拒 但在妈妈的鼓励下,他勇敢地尝试了一口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蔬菜比他想象中要美味得多 兔兔小白渐渐发现,原来健康的食物也可以很好吃 随着饮食的多样化,小白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 他的毛重新变得光泽亮丽,精神也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从那以后,兔兔小白不再挑食了 他每天都吃各种不同的蔬菜和草 身体越来越健康 小白明白了,保持健康的关键在于均衡的饮食 这样才能过上快乐的生活 兔兔小白的故事告诉我们 挑食不仅会影响健康 还会让我们错过很多美味的食物 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像小白一样 勇敢地尝试各种食物 保持健康快乐的生活 感谢观看